今天我们做 利度母的父母 这一尊 其实讲实在话 修这一尊的人很多 很简单 这一尊做本尊的 非常的多 在藏密 在密教里面 藏密里面 很多人修这一尊 很有感应的 很有感应的 我举几个 就是 农术不上 农术菩萨 他是修 度母 成就的 他修度母成就的 你看西藏的 莲华生大师 莲华生大师 他也是修度母的 他是师面空行母 师面空行母 跟度母也是有关系的 另外 阿底霞 尊者 他到了印尼 金周大师 金周大师 叫他 立度母的 法 他也是修 立度母成就的 还有 帝洛巴 纳洛巴 都是修度母的 到今天的 喀玛巴 大宝法 都是修度母的 喀玛巴 也是修度母的 红教 那时候 他只讲 男的 都修 莲华生大师 你的 一律修 立度母 只有两个 本尊 所以立度母当本尊 他本身来讲起来 因为他有大慈悲心 我们知道 这个 松藏干部 战谱 西藏王 松藏干部 他本身是观世音菩萨的发生 他从 尼泊尔 娶来 这个 慈尊公主 慈尊公主 是什么 他是白度母的发生 也是度母 他从 大堂 娶来 文臣公主 文臣公主 是谁 他是 立度母的发生 而观世音菩萨 本身的 慈悲的眼泪 一滴 一滴 化为 白度母 一滴 化为 立度母 我称他 有三个净土 立度母 有三个净土 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 也是 立度母的净土 菩陀 菩陀 若加山 观世音菩萨的道场 也是 立度母的净土 他自己本人 有一个净土 就叫做 玉月净土 他又叫多罗菩萨 在天土的时候 就已经很有名了 所以今天 修这一尊 做本尊的 他的感应很快 而且他 跟观世音菩萨一样 观世音菩萨的发生 多罗菩萨 观世音菩萨的发生 是白度母 跟立度母 白度母跟立度母 是姐妹 但是立度母 又有二十一个度母 又化为二十一个度母 掌管二十一种的灾难 同时也能够 伺服二十一种福 福分 所以这一尊 这个相应了 那成就没有问题 因为龙树菩萨 也是修度母成就 蒂洛巴 纳洛巴 都是修度母成就的 莲华生大师 阿底霞尊者 都是修度母 所以他的伟大 他很伟大 今天我们做这个力度 感谢观看 既然是修度母 我们下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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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我们下周 strateg 我们下周 我们下周 我们下周